人人都说,这是阶层固化的社会,我曾到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,给一个念中学的男生做家庭教师,对一件事情印象深刻,孩子的一生,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有多么重要。 今天,为大家推荐这篇文章,告诉孩子,努力有多么重要,这个家庭不仅富裕,还非常有影响力,所以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,眼睛都是藏在头顶的。 但是那天,家里来了一个客人,一名只有二十岁的大学生,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突然变得卑微,如临大敌,孩子的父亲,原本应该不在家,在公司的,回来了,孩子的母亲则一早催促家里带阿姨准备水果和拖鞋,平常,这些事情,孩子的母亲是不会亲自过问的。 我十分好奇,想一会儿来的,是什么样的人了,这样大的能量,是不是三头六臂?终于等到了,全是失望,以我的目光看,外表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,不普通的,是他刚刚考入东京大学,而且是最难考的医学部,一切也就清楚了。 我的学生是高中生,那个原本是国际商与学校,家里计划高中毕业就送去日本,在日本参加考试,考日本的大学,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考得这么好,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向孩子传授,所以就成了这家眼高与顶的家庭的做上宾。 那一天,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,为了请他多为孩子传授一些经验,都竭尽所能,大学生走完,孩子的妈妈也是累了吧。 向我感慨,你知道这个大学生这么有出息,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吗? 不知道,我当然不知道了,他爸爸妈妈是在市场补鞋的,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这样深刻,以至于我常常想起,偶尔去那个市场,见到大学生的父亲。 知道大学生东京大学毕业,去了哈佛免哈佛义学院,留在了美国,知道他的父母亲不再在市场补鞋,住在非常宽敞的房子里。 这个房子,是大学生念东大的时候,得到奖学金,为父母买到。 知道每次大学生回国的时候,都会有很多人,其中不少市城里的达官贵人,请大学生到他们家里做客,给他们的孩子介绍学习经验什么的。 大学生的父亲说,有什么学习经验可以介绍呢? 不过时大学生小时候,看得父母为人补鞋,难免被人瞧不起。 有一个夜晚,漫天星光下,收完小摊后,父亲念月了很久,千言漫语变成了一句话, 儿子,你要逼自己优秀,然后骄傲的生活。 我们的身边,逼自己变得优秀,然后骄傲的生活的例子。 其实有很多,或许是街边卖麻辣烫家庭的小孩,或许是我们小时候的发小,或许,就是我们自己。 世界的确是这样,这是世界的真相。 你有多优秀,世界就会回报给你多少自由和尊重。 人不是动物,不是野花野草,天生天阳,依靠阳光与路就能活着。 就算以花野草,也为了更多的阳光努力争取长高,人有什么理由,不去努力,不去变得优秀。 想孩子长大后体面,受人尊重,有选择,有自由的生活,就要守得小时候逼孩子变得优秀。 就算这个过程孩子会受苦,苦过前面的二十年,也好过后面的六十年一直被生活逼迫,身不由己好吗? 是的,这是一个阶层渐渐固化的时代,同时,也是一个努力,依然会要回报的时代。 作为一名平凡普通的妈妈,我已经决定当孩子问卫士要努力的时候,告诉孩子我做家庭教师时的这段经历。 然后告诉孩子那位父亲的话,孩子,请逼自己变得优秀,然后骄傲的生活。 本文图文来自互联网,如有,请立刻联系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理订阅